保证自己不会担任这个职位超过两届 徐子根出席联邦直辖区民政党代表大会时 做出了这样的宣布 他表示如果当选 他会在任期中极力栽培党的接班人 避免民政党出现亲黄不接的现象 与此同时 民青团属理团长林世斌宣布 他将进逐民青团团长的职位 早前已经宣布攻打民青团团长职位的 包括森州民青团团长蔡德龙 和几打民青团团长陈清亮 这代表民青团团长职位 将是破别14年后 第一次出现三角战的局面 终结了以协商方式 来决定这个职位人选的惯例 RTM陈天福采访报道 跳槽党员当中 包括民政党州籍和区部领袖 颜国庆和李天才 因此徐子根感到相当震惊 因为李天才日前才和他共同商讨 发展党内事务的问题 有一点惊奇说 为什么突然间这样 不过根据过去一两天 有一些党领袖给我的反应 是说他对内部的一些领袖 感到不满 有些谈话可能重伤了他们 可是我是觉得如果是有的话 也应该提出来跟我谈 徐子根保证 民政党今后的路向 将是以解决当今 经济和治安问题为主要范畴 虽然民政党有超过60%的党员 有意要退出国阵阵线 但是他说 这纯粹是他们情绪上的反应 不能作为退党的标准 另一方面 徐子根希望 巫统方面能够向国阵最高理事会 汇报权力转移的发展 让国政成员党能够更了解整个过程 RTM陈天福采访报道 两名要竞选明清团总团长 意志的林时斌和蔡德龙 都已经宣布将以搭档的方式 来参与这一次的竞选 但是另一名准候选人陈庆亮 却似乎不赞同这样的做法 来听他的个人见解 现年31岁的陈庆亮 也否认了年纪太轻 不适合当总团长的说法 国内新闻